有一個資訊滿滿的醫生 後來又如何改變他的性格呢? 明白,大家繼續留意 謝謝各位,Vicky 這部劇真的沒有問過老公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能力 那個心力還未能包容我老公的意見 因為我對自己沒有足夠的資訊 所以在這時候,我覺得 這部劇想嘗試自己去處理所有事情 之後知道自己會怎樣做 後來下一部劇是有問過他的意見 但這部劇沒有 這部劇是 奇怪,有什麼事情 對 我覺得這部劇是 其實演員都很需要有自信 每一個角色去演繹的時候 我記得我開劇的時候 因為上一部劇有跟黃姐合作 黃英雄 他這次開劇的時候 他也有跟我說 他就說,其實不需要這麼戒懷 你覺得自己做得好不好 因為你每一個演員一組 那個就是那個角色 是每一個人不同的處理 那就要相信自己 所以我在那一刻我覺得 我要選擇去相信自己 有沒有信心挑戰 總有一天再 幫我 如果 我覺得 自己 其實怎樣一個角色 都是 看著劇本 然後自己思考去處理 都沒有啦 想什麼女一不女一 但是 如果你有一個經歷 或者是那個故事圍繞著這個角色發展的話 我也覺得 其實都是反而幫了演員 因為他有經歷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角色更加具體 可能演出來反而會 更加實在一點 對